在今天刚刚结束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 已经为中国队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金牌的小江叶诗文 以2分08秒90的成绩 预赛排名第一强势晋级半决赛 而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李嘉欣则是无缘半决赛 此前举行的男子200米蝶泳的预赛当中 中国选手陈寅和吴鹏也双双晋级了半决赛